来 都这么晚了 你带我到这种地方来 是要干吗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看那边 那就是精通厂啊 真美 你看那个 妈 特别像银河铁道列车 像什么 我忘了 咱们俩是有代沟的人 银河铁道列车是一个漫画 有一辆火车 每天晚上灯火通明地 在宇宙里面行驶 特别美 怪不得你跟我儿子 能不能聊呢 前一阵场子 快冲不下去的时候 我经常晚上一个人到这儿来 站在远处看场子 心里的感受更复杂 我一直在对自己说 不能让这些灯关了 因为灯一关 我再站在这儿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灯亮着 就能照着精通的人 大伙儿心里都有个亮 也就不会那么绝望了 人心就不会慌 不会散 可你说要是人都没了 还要这些灯干吗 留着他们给谁照亮啊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那是我们厂煮锅炉的烟族 去年 家属区也供不上暖气 被迫把他给停了 整整一年 再也就没有点击过他 你要是问我 死守着精通是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在等 这燕总再冒烟的那一天 是 王城城 你放心吧 我一定想办法 让工人们留下来 让这些灯永远都亮着 真的 你这自身都难保了 说话口气就不用这么大了 我会拼命争取的 我会拼命争取的 就算我再爱演 再不合规矩 我也一定要硬撑到 峰会开完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做错事没关系 但是跟对人很重要 我是对的人吗 是啊 你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活生生的呀 你这话说了 好像你每天 都在死人堆里打会儿一样 也差不多吧 为什么AAM系统的宣传资料 捡了这么多啊 你绕着会场走一圈 刚才这次包会的主题是什么 或许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要压缩AAM的宣传资料了 是 已经确定主题是CAM 可是这次峰会的宣传方向 是以CAM为主 AAM为辅 不能就这么直接 把AAM给忽略掉了呀 如果你这么惦记AAM系统的话 我会在楼上餐厅 帮你订一个包间 等到峰会开完之后 你可以把所有人带上去 单独宣传 但是现在你在赛斯的场子里 就麻烦你专心一点 把活干好 可以吗 别踩了 我们为什么要压缩 AAM的宣传资料 是因为客户想听什么 我们就宣传什么 你给他们太多选择 只会延长他们下决定的时间 并且会减少主题软件的胜算 路总 麻烦签一下字 明白吗 乔丽 您是一个销售 乔丽 你是一个销售 要记得 在这个行业里 你是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取决于你的赚钱能力 不是你的道德高度 不要拖这个团队的后腿 路总 麻烦过来一下 黄厂长 您现在怎么有空过来 过来看看 有什么要帮忙的 人手够吗 要不要我从厂里叫接人来 您太有心了 没事 这事情得挺顺利的 陆总手底下的人都很得力啊 带着这样的队伍出来干活 你是省心有省力 那没什么事的话 您随意 我这儿有点事忙 你忙嘛 别因为我来耽误你们工作 您太客气了 没事 这个别搬了 这是放在这儿的 那我们还是问一问琳达和陆帆吧 这个设备要是放错了位置 那马子很大 不干活的躲远一点啊 撞着都不管 小心点 那行呢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来 来 让一下 来 走 我带你吃饭 来 让一下 来 快动饭了 放心 这儿做我的饭很干净 不干净也没关系 虽然我身上贴的标签是小白领 每天呢 在三四万块一平米的写字楼里面上班 可是除了中餐是在食堂吃 只要晚上一家八 或者是没着没落的时候 点的也就是十块钱一份的盒饭 每天没准我真的辞职不干 我在赛斯楼下开一小饭店 肯定比现在挣得多 都是我拖累了你啊 你说你销售干得好好的 跟着我混了 结果峰会这么大的事 愣是没你用过之地 跟着你挺好的呀 有饭吃 我能管你几顿饭啊 自己都退居二线了 你们赛斯不可能再让你 跟着我混饭吃了 以后在赛斯真的混不下去了 其实也挺好的 你呢 不是厂长了 我也不是销售了 咱们俩的关系就变得简单了 咱们俩呢 能变成什么关系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呀 一个准备退休的预备一大叔 和一个标准的大龄圣女的关系 去看 吃 王餐餐 你慢慢吃 谢谢啊 哎 来 尝尝这鱼 这是他们店里招牌菜 拆毁鱼头 保重你吃一口啊 惦记一杯子 说得真够慰言 总听 嗯 怎么样 是挺好吃的 但是没你形容的那么夸张啊 我说你啊 老老实实赶紧小排列吧 别惦记开什么饭馆了 怎么了 这吃鱼 第一口吃哪儿都不知道 还是大城市来的 第一口去哪儿啊 不就是条鱼吗 哪儿都一样啊 以前这绑匪啊 满大街的孩子见一个逮一口 逮回去以后 结果能关起来饿两天 然后就给他们做一顿鱼吃 他们站在旁边就看这小孩吃鱼 看这孩子第一筷子家鱼哪儿吃 如果是像你这样 家鱼鸡背上肉最多的地方吃呢 那肯定是穷人家的孩子 没什么价值 要不杀了要不放了 如果第一口啊 是家那岳羊肉吃 得了 那这孩子他们家肯定是有钱人 死等着收数金 这岳羊肉在哪儿呢 看 就这一块 会吃鱼的人 一条鱼就吃这一口就够 口感好 尝尝 不一样吗 吃饱喝足了 那就借你接着忙吧 没事了就找点事干 别到时候辛苦一趟 还被人说成是闲财应该 那我进去了 好 去吧 去吧 九点了 这两件事要一起办 这我也同意 王先生 还说老虞约我 怎么约到这种地方来 到这儿来 都不敢大声说话 信虚 原来约了一起 还有陆总 这我就理解了 刚才在 在打趟碰头 没有约 我们正在商量 峰会的准备情况 那要不 王厂跟余总你们先聊 那我峰会那儿还有点事 我先去处理 好 陆总 你先忙 要不 要不换个地方吧 要不换个地方吧 别管了 换个地方该不自在了 就这儿聊吧 我有什么不自在 昨天我一直在忙 市里催着我汇报材料 那会开的 车轮大战 我一直忙的后半夜才回家 我不是想问你昨天的事 那不问昨天的事咱们呀 还有别的事可谈 我每天在做什么 你最清楚得过 跟我解释解释 断签这事吧 我实在是不明白 吴远 我先把酒睡在哪里 不在这儿喝酒了 这洋酒喝着不习惯 来这瓶 要喝 得喝一个 要不有些话我说不出口 就这样 你相信我是从头到尾都给你交代了 这三年 我和小金就这么乖呢 我和小金就这么乖呢 听明白了 可有个事我就是想不通哎 小金他妈病了给你打电话 你们俩就破警重远了 就这么几句话的事说出来就那么难呢 你以为我没想过也要跟你说吗 你以为我没想过也要跟你说吗 可是 话到嘴边真的张不开口 你也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事 跟我这儿开不了口吧 在哪儿叫我都收拾我都收拾我都收拾我 没事 别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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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不小金飞下去了 小黄已经下去就放他气息了 怎么样 摔哪儿了 摔到腰了 拿绳把他屁股兜住了 好了吗 走了 来 起声慢点啊 来 拿走 拿走 放了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快 走 这边 走 走 周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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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怎么了 没事 被绳子勒了一下 这几年不干活 皮都嫩了 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 被徐师傅派到楼顶的烟头上 去修那空门口的事吗 怎么能忘了 那会儿吓了你小腿肚子直转筋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安全绳一头捆在我腰上 一头你拴在自己腰上 这我要掉下去能有你好啊 我也不明白 反正我就是觉得 把你和我拴在一起心里踏实 你也会难为情的 对吧 当初我和段秦分手 他哥哥来厂里闹事 那段打是你替我挨的 后来我跟张力结婚 你又帮我挡酒撑厂面 喝得个云山雾爪 我心里明白 你那不光是为我难受 更是为段秦 所以我欠你的 我欠你的债 所以现在我跟段秦又好了 你说我怎么好意思跟你开口啊 我怎么跟你说啊 那要你那顿打不就白挨了 那酒也白替我喝了 谁在乎挨一顿揍喝几杯酒啊 我说余志德 你现在想个问题 怎么跟个女人呢 我替你难受替你挨打 不为别的跟别人没关系 那是因为咱俩是兄弟 什么是兄弟 就是你在外边 不管怎么乱来 到了我这儿咱俩尝尝亮亮 话到嘴边就说出来 用不着逼着自己应验坏你 清通了这儿 我这么相信你 就冲着知根知底这四个字 看你为一个女人 跟我这儿藏着掖着 你是在糟蹋这四个字 你知道吗 不错了 不错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没有什么可以瞒着你的 你信我 知道了 我什么样你也知道 我王桂林并不是光口司令一个 说实话 如果当初派来京通的是别人 我就有这本事 霸着这场子不撒手 我放手 完全是冲着你 咱俩今儿站在这儿 当着整个京通场 我再问一遍我兄弟于智德 把京通交给你 我王桂林能不能放心地扯 能 你可以放心地扯 我会想让你疑心 干什么 我给你摇摩 去那儿 这儿 比 三喜 也不能说 这个我 自身一肯 你能不能赴自己 我一定要赴自己 你去赴自己 你可以赴自己 去赴自己 好 我 proteins 意外的话 王桂林在接下来的计划里 将不再会成为障碍 于智德的心里 有侥幸 有解脱 但更多的是 深入骨髓的负罪感 因为她迎着王桂林的目光 承诺了一个弥天大谎 她明白 即使逃到了国外 这种负罪感也不会放过她 但她就不能放在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